统一师在星球季先知续约了布雷克以及罗昂 圣骑士也从寒植回归 2024年2月3号 统一师宣布 牵下星球季的地税的羊架 Jack Kallish 中文艺名为凯莉氏 这部影片简单介绍一下 统一师的新羊头凯莉氏 凯莉氏今年32岁 188公分95公斤 是一名由小联盟智力的左头 最高层级到3A 凯莉氏的直球均速不快 大约只有140公里左右 是一名主要使用变化球的左头手 直球比例只有一层出头 主要使用球种为滑球以及升卡球 凯莉氏在2014年参加MLB选秀 那年的他已经24岁 对于一个星人来说年纪稍长 凯莉氏直到第34轮才被堪萨斯皇家选中 2015年凯莉氏进到星人联盟 主要担任牛鹏头手 2015到2017年间 凯莉氏几乎每一年都往上一个层级 在星人联盟 DJA高借业的成绩都不错 防御率都控制在3以下 2017年球季中 凯莉氏升上了2A 到了2A 凯莉氏转从先发出赛 出赛18场比赛 其中有9场先发 阵积是惨烈的0胜7败 防御率3.77 期间有短暂升至3A出赛 到了3A 凯莉氏反而稳定下来 先发了3场比赛 拿下一胜0败 防御率2.35 2018年球季凯莉氏从2A出发 虽然转回了牛棚 但凯莉氏带2A的表现也不太理想 防御率高达5.12 球季中再次升上了3A 到了3A 凯莉氏又转回先发抖手 如同2017年一样 再次稳定下来 投出不错的表现 先发出赛14场比赛 拿下6胜6败 防御率3-34 隔年2019年凯莉氏大多还是在皇家3A出赛 拿下了8胜8败 防御率5.14 2020年小联盟因新冠疫情人取消 到了2021年 凯莉氏再次从皇家3A开季 不过这年的凯莉氏表现走中 出赛30场比赛 其中15场先发 拿下了3胜6败 防御率是偏高的6.94 主要还是被打拳雷打的比例太高 96局的投球中被打出了31支拳雷打 平均3局就要1支拳雷打 球季结束后 凯莉氏成为自由球员 离开了皇家队 2022年凯莉氏与洛杉矶天使 签下了小联盟合约 并在天使3A出赛 在天使3A 凯莉氏展现了不错的压制力 整季出赛了23场比赛 拿下了10胜2败 防御率2.87的成绩 不过到了隔年 2023年 凯莉氏的老问题又出现 整季投了137局 被打出了178支安打 其中有30发拳雷打 先发25场比赛 拿下了9胜11败 防御率是偏高的7.19 凯莉氏在2023年 世界棒球基本赛中 也有代表以色列参赛 不过小组赛上都没有上场记录 最后以色列以1胜3败 在小组赛淘汰 统医氏留下的3名羊头都是手面孔 不过3位都是右头手 在终止这个左打者偏多的联盟 找一位左头手来压制左打者 也是蛮必要的 不过凯莉氏面对右打的压制力 还是不佳 面对的情况 类似去年中信兄弟的艾斯特 能不能有好表现 还是要取决于对右打者 能不能有效的压制 以上就是统医氏星球季的第10位羊头 凯莉氏的简介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